美国联准会主席叶伦 27号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 FED的债券收购措施可能会在秋季结束 国际传真社说穿戴头盔和护甲的俄罗斯军人 在装甲运兵车的支援下 已经在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港市 赛反堡军事机场周围就战斗位置 前几日挪威和格林兰岛 才看见的美丽极光 现在英国民众也有心欣赏到 极光是地球周围的一种大规模放电过程 英国当地时间周四晚间10点多 许多地区都可以见到北极光 被媒体形容为照亮英国 电影《地心引力》叫好又叫做 全球票房高达7亿美元 大约新台币212亿 女主角珊卓布拉克因为演出地心引力名利双收 不但入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还将至少进账大约台币21.2亿元 新同仁亚特电视真密报道